泥土大批滑落 道路就这样被硬生生的截断了 壁鲁中部安地斯山区 因为一波暴雨出现 好几起的土石崩落情况 幸好当地民众 包括一名孕妇在内 在土石流意外之前 已经先撤离到安全地区 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由于土石大片崩落 多条道路因此而中断 民众暂时也没办法返家 相关单位则是忙着 抢通连外道路 回到台湾关心周末天气 东北风增强 因此今天北部东北部地区 明显转凉 低温来到18、19度